我現在給你綠色這張講義就知道了 這66樣東西你做了多少樣 你如果做到10樣 你已經不用做人在香港 如果你告訴我你做了60樣 一定會說謊 要不你就一直做火星 那麼 飲食 改 飲食 改 20分 這樣就70分 最後 第七樣 就只剩30分 其實這件事我發現是最關鍵的 我們見過很多很多 真是很嚴重的癌症的病人 那類的 你問警官是否知道的 我們都問他一個問題 未問我已經知道是甚麼答案 但我們都問他 因為我們要他在那裏改變 我們問 如果天給你逃出生天 即是你三個下去 以後真的就好了 兩年後的今天 你在做甚麼 兩年後的今天 譬如他叫做Mary Mary 在哪裏呢 Mary 在哪裏上班 Mary 如果不上班 他在做甚麼 早上做甚麼 早上做甚麼 Mary最喜歡做甚麼 十個十個說不出 想都沒想過 廢話想想 那我們的心 如果你是這樣 為甚麼天要 要給你多少兩年 你都想死 我們要幫他 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 尋回他生命的價值 做人的意義 做人的意義 這個世界有甚麼 是 你覺得 你要值得 留在人世間做的 有甚麼要等你做的呢 是不是有個兒子要等你照大 是不是有間公司要等你 搞定他 是不是你還有很多幅畫 要留給這個世界 等等等等等等 是不是有甚麼 作品要完成 只要他有這份 的意志 他不能死 所以我們其實用的 就是Logotherapy 醫治療學 醫治療學 就是在一九四幾年的時候 第二世紀大戰 有一個猶太籍的 醫生德國 他被人問了一個集中醫 他說死怎麼死呢 他自己就在研究一下 周圍的人哪一個死不去 因為十個九個 看著死在身邊 他就結果發現 死不去的那些人 在最惡劣的條件之下 捱得過的那些 就是他不想死的 他覺得生命還有些事 一定完成了 如果不是很不抵的 沒有理由的 那些人就成功 那些人捱到的 結果他就創立了一句名言 就是說 When there is a why you can bear any how 你知道有一件事 Why W-H-Y 為甚麼要你去做 你知道的意義呢 萬水千山 你一定捱得過的 你自然有方法做到的 你只要有堅定的意志 知道這件事 是要你去做的 你一定要成功 他自己都是這樣 後來他光復之後 就放出來 捱回一條命 就成為了一代宗師 就創立了Logo therapy 你去上網 有興趣 打意義治療 Logo就是L-O-G-O 就是輝號的Logo 那個是希臘文 希臘文這個字 就是意義的治療 其實我們在用這一套 我們就是 讓他生命有意義 就是這樣 這個佔三十分 就是這樣了 所以 最後 現在 到時候結束了 就想贈你 我們的地方 就是 其實 剛才你聽完 有兩件事要做 有兩件事要做 有兩件事要不要做 不要做的就是 什麼 健康檢查 身體檢查 這輩子都不要再做 如果有份工要你做的 有份保險要做的 你不要買那個補典 你不要做那份工 不要給西醫店 除非你現在下去 你被車滾開兩卷 送給急診室 我們現在很努力 就是希望 三十年後 我們不用 因為這樣 給西醫店 希望有中醫 有自然療法 有劇口的醫院 不用他們的圖 不只是他們 懂得處理意外 中醫做的 自然療法 自然療法很多種 譬如跟他調發 以前有跟他療法醫院 現在沒有了 為什麼是這樣 如果我有急症 即是被車滾開兩條 我希望跟他療法幫我搞 不要被西醫念 但現在沒有這樣的條件 因為我們的爭取 不用多久 我以後 但是我們不去爭取 西醫繼續餓下去 整體都不會有 不要做其他人的 做其他人 第一 就是找回生命的意義 為什麼你要生存 我訪問生人 都是問這個問題 Why are you doing what you are doing 那麼他就有時間去講 如果他沒有話去講 我就根本就找到訪問他 他的生命是什麼意義 我想我們四個知道 我們想到 希望你都找到 那你就不會病 你知道病也無所謂 你知道生命是為什麼 第二樣呢 就是改變飲食 改變飲食 做兩樣東西 第一樣子當然不用說是素食 以後不要吃肉 跟著呢 就是盡量生食 盡量吃生 由生食去到吃生 還要做斷食 斷食就是 有規律地 有意識地 吃少了東西 今天沒有時間 我們慢慢介紹 所以我們就要搞斷食營 斷食營就是 剛剛做完五天 那你上網看 我上網了 現在有幾位營友 一路分享了 這幾天一路這樣出 我們都有幾段 已經出了 你看他們 做斷食 要盡量吃生 我們就是做人 我們自己做 我們也幫人來做 吃得清些 簡單些 吃小些 吃慢些 你看我們66點這裡 這樣吧 今天最最後 想說的就是 因為開頭我講一句 癌症很容易搞 癌症不是一種病 癌症不是你的敵人 你的身體 不用要去病 去表達 它對你的最後宗告 你只要 很有意識地 找回生命的意義 去做些事 去做些事 就是練些氣功 吃些應該吃的東西 尤其是做多些 布施 做義工 做布施 那天就會幫你 那天幫你 其實就是你自己幫你 世上只有兩個醫生 可以幫你 一個是自己 一個是天 你千禧以後 不要祈禱 就是說 天父 治好我的病 因為你還想著病 託過生命的人都知道 你一想著病 你就永遠繼續病下去 所以耶穌怎麼教人 祈禱 那些人找耶穌 師父你教他祈禱 耶穌就說 以後你這樣祈禱 我們就是天上的福 原理的 不不不不 跟著就說 You will be done on earth 即是說 你的意思 你天父 想怎樣 我們幫你完成它 那天 等那天去決定 你什麼時候治好 那天決定你治不好 亦都是好事 你明白這些 根本什麼病都不是問題 好 多謝大家 今天講些什麼 謝謝 謝謝 請多幾句 听多幾句 聽多幾句 聽了都沒有人有什麼想 或者想想 非常想我 多說兩句 有段時間都說不太 很多時 開很多班 聊很多晚上 今日一樣講些 一樣講些 周先生 例如說 那些人有癌症 就是 有腸癌 你們這些腸癌 有很多時候 人發現的時候 已經到末劇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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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醫這樣說 不是 死得很快 我有個朋友是這樣 西醫生不是西醫類他 如果世上沒有西醫就不會這樣 那如果呢 譬如你真的病了 那檢查到出來 是不是好事來的 你們早點知道 不是 早點知道就早點死 不知道就好 有什麼問題 那就是死了 不知道就不死 當這個世界已經反轉了的時候 我們要發生出來 Inside out 就是這樣的意思 Upside down 全世界都是黑白 顛倒 所以我們講的那些 全世界都不貪聽 都覺得你全部拿錯了 掉掉轉了 記住 我們生活在一個 超級壓力高裏面 我們生活在一個 超級豐人院裏面 你走進去豐人院 最正常的那個 就是個個都壞一點 走進去想起什麼 林仔想分享 在這個豐人院裏面 我們怎樣都可以令你自己開心呢 很簡單 找回你是誰 我知道我是誰 我知道這個宇宙是一個很平安的地方 我知道什麼叫快樂 快樂是一種技術 快樂是一種心態 快樂是一種自我去創造的世界 所以我們五月一號就做這些事 五月九號又在這裏做這些事 就是介紹給大家看 其實快樂是怎樣的 快樂和開心的分別 快樂和幸福有什麼分別 現在不只是去玩文字遊戲 而是我們搞清楚 這個世界是怎樣的呢 什麼叫意義 有意義不是快樂 那太過二點找的呢 我們就做這些事 請問飲料和生涯水 是不是功效一樣 我不知道 因為我都沒有落章去實驗 因為這個世界呢 它也沒有一樣的 你如果說 我如果要證明這個跟一樣 一個蘋果和一個橙的功效 是不是一樣 那你問中醫 現在中醫一定要告訴你 他們不是這樣 用這樣的假合觀去給他 中醫是講辯證 辯證的意思就是 說得對你就不對他 今天對你就是明天不對你 所以我都傾向使用中醫的立場 就是看看你什麼時候 怎麼做 看看你是誰 這是什麼緣分來的 所以你是不是現在合法賣就可以了 你要查一查 合法賣 對 通過了 下面的藥房有了 但是 如果我現在告訴你 雙氧水是醫保癡症的 譬如糖尿 或者心臟病 或者什麼呢 立刻犯法 立刻犯法 拉扯 任何一個人 這個是不良醫學廣告的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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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晚很開心 有這個地方 有這麼多人 和我們在一起 好多謝今晚這麼多位 今晚我們可以有東西吃 有東西玩 因為好多人做了好多事 我們想和你分享 一段旋律 這段旋律 就是代表我們現在這個狀態 這個狀態 只要下次我們 這首旋律 你經常都會聽到的 聽回的時候 你記得 曾經有一萬是幸福的 是很神聖的 每一分每一年 每一分每一年